第六题 a跟a加2都是这个方程式 x平方加2x加k 等于0的解 请问a的值是多少 这一题呢 直接带进去算一下好了 把这个因为a跟a加2都是它的解 所以我们把a带入 a平方加2a加k等于0 a带入 再来呢把a加2带入 请注意哦这个a加2是整个代表x 所以呢你遇到x的地方通通改成a加2 好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展开一下变成呢 a平方加4a加4加2a加4加k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整理一下 a平方加6a加8加k等于0 第一个式子呢我们知道a平方加2a加k等于0 我们又知道a平方加6a加8加k等于0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呢把它列在一起 这两个都等于0 所以它们两个会相等 a平方加2a加k会等于a平方加6a加8再加k 那这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这个k可以消掉 a平方也可以消掉 所以呢剩下一个2a等于6a加8 这个1元一次方成4把6a移到左边 -4a等于8 所以算出来a就是-2 这样算的话呢 a可以很快算出来就是-2 所以这一题呢答案选B -4d-3 -0 - - -